哈哈哈哈 吉他来了 这什么人 我的人 我 兄弟们 上次浪哥发了救救狗狗的视频以后 好多小伙们说我刀他们画的不像 咸 咱们是来干啥的 是来救狗的 能保住狗命就不错了 还要啥自行车啊 不过嘛 浪哥这个绘画鬼才 也是要面子的不是 既然你们都要求这么高 那么接下来咱们既要安全 又要美观帅气 给大家解锁更多的奇葩过关方式 好不好 好 那开前的老规矩 给视频来个长按点赞 也别忘了哦 只要点赞充一万 浪哥救狗绝不慢 还有还有 今天呢 再教大家一个新的隐藏表情 在评论区打出括号 内鬼狗 诶 这个表情呢 我猜你们更喜欢吧 长按点赞呢 有个触发新特效 快去试试吧 看下车里吧 浪哥浪哥 你挑战下一百三十三管 很难了哦 很难 哼 我笑了 先来分析一下 风潮在左上角 狗狗呢 在一个斜坡上 并且右侧 有一个弹簧垫 只要狗狗碰到 就会被弹走 所以我们 直接画一个框 把它圈起来 哎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那 这不就过了吗 不过啊 通关容易 但是想兼顾美学 还得看我的化工啊 这么简单过关 是不是符合 浪哥我身份底 看着哈 咱们直接画一个 小猪佩奇 来保护狗狗 身体挡住蜜蜂 小手呢 阻挡弹簧垫 是的 虽然没过关 但你们说 浪哥我画了小猪佩奇 像不像吧 没关系啊 让我再想一下 哎 有了 猪过不了关 那我呢 这个癞蛤蟆 总可以了吧 看好了 这也不行啊 那得了 浪哥我也不想了 反正第一次 咱不是过关了吗 再来看一下这关 左边右边都有风潮 咱们的狗狗呢 在中间被风洞吹着 这关其实也简单啊 只需要咱们把狗头 和管道一起框起来 就可以了 只不过啊 没有体验挑战性啊 然后思考思考 怎么样 又没关 还是过关 有了 思考思考 那就花个派大星 再思考 男狗你这也不想啊 别急啊 等我把图给你放上 嘿嘿 有了派大星 咱们也是顺利过关了呀 再来看这个 咱们的狗狗呢 又遇到了新的危机 上有风潮 右边呢 还有个炸弹 只要不把狗包裹起来 就被炸弹炸没 真的好无语 真的好无语 诶 我想到一个人 太有炸弹 哎不是 这都能炸到我 哦 我明白了 原来这个炸弹呢 只要受到撞击啊 就会掉下去 就会爆炸呀 那么 让我又有新办法了 画个雕车 开雕车的狗狗 雕着炸弹 怎么样 估计狗狗自己 都没有想到有一天 他也能开上雕车 并且还把炸弹给解决了 不过啊 咱们的狗狗 地上跑的都开了 那怎么能少得了 天上飞的作技呢 所以 浪哥我还给他设计了一个 遇见飞行 怎么样 浪哥今天的过玩方法 是不是都很有趣啊 你们觉得不错的 就给浪哥 来个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如果说菜的 千万不要再发电摇表情了 看了我是眼花缭乱啊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哦对了对了 别划走 浪哥有件重要事情要说 一年度的西瓜普类 又要开始了 哇哦 很多小伙伴们 问我参加 浪哥我必须参加 还要给大家拍尾捞个视频呢 所以呢 浪哥将在 7月25日晚8点 抖音西瓜头条 同步直播 相信小伙伴们 一定会来直播间投票 支持浪哥我的 对不对 啊对对对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咱们到时候 不见不散吧